橄榄油 橄榄油呢 其实我要说一个误区 很多人以为橄榄油不能高温 其实是可以的 以前橄榄油只有进口的对吧 那么最最早以前 我们小时候也没吃过橄榄油 所以后来接触的橄榄油 一开始也是没搞清楚 以为它是不能够高温 后来慢慢研究才搞清楚了 其实橄榄油呢 它是可以高温的 它其实比很多的油的翻烟点还要高一些 所以它是可以用来炒菜的 但是为什么不要太高温呢 是因为所有的油其实都不要太高温 橄榄油尤其不要 因为橄榄油它跟其他的油不一样 普通的植物油 色拉油 它是化学精炼油 所以这里面难免都会有一些化学成分的残留的 而橄榄油它是低温压榨的 它就是直接把这橄榄果这样榨出来 相当于就是它就是榨的是橄榄果的果汁 只不过这橄榄果的果汁呢 它恰好是含油量很高而已 像这个橄榄油它是双有机认证的 也就是有机种植有机生产 这是非常难得的 尤其难得的它是我们国产的 我们不要小看我们国产的橄榄油 中国能够有自己国产的橄榄油 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们现在引进的这个橄榄树种植了以后 自己来压榨橄榄油 可以说是不输于进口橄榄油的品质 是非常棒的 而且它是双有机认证 很多进口的也达不到 橄榄油剩就剩在它要新鲜 因为它是橄榄果压榨的果汁呀 新鲜的才好 但是进口的它就已经经历了很长的过程了 而我们国产的呢 可以限榨限怪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非常推崇 这个国产的这个有机认证的橄榄油的一个原因